東張西望主持李文芳和黃耀英拍拖多年 時不時就會在社交平台大曬恩愛善殺旁人 在11月5日兩人正式拉近天窗 在西貢架戶外婚禮 婚禮佈置以簡潔為主 一條長長的走廊 掛上了他們從小到大 相識至今所拍過的照片 上片的背後還有Lucy親自寫上的字句 子女行奸滿滿都是愛 其後正婚儀式 穿上白色婚紗的Lucy 叫著爸爸走到Darren面前 他們分別發表愛的感言 場面相當感動 李文芳 你有天使的面孔 魔鬼的身材 但當你睡覺打鼻寒的時候 就提醒了我 你只是一個凡人 是需要有人珍惜和愛護 愛是用時間和行動來表達 我願意用我成餘的一生 證明給你看 我是有多麼愛你 為了你我會令自己 變成一個更加好的人 我承諾我會永遠都順從你 體諒你 無論發生什麼事 只要你不開心 我就會哄回你 無論誰不對都好 我都一定會主動Stay Sorry 我會盡量的能力 令到你幸福 令到你開心 所以我請在場 各人見證 我李文芳 願意你黃耀英 為我合法丈夫 孫世元 他們亦有應大家要求 想演心情錫錫一幕 其後一對新人 還搞搞新意思 不交換架子 反而即場在左手 無名指數的紋身 真真正正有血有淚 原來這個念頭 是新郎哥想出來的 因為永久性 好像婚姻一樣 不是隨便 隨便可以 還有少許痛苦 也象徵著結婚有少許痛苦 什麼意思 不要亂說話 小小姐 至少顏色是文芳選的 是紅色 紅線 對 紅線代表姻緣 他應該是一個 一百分的老公 算不算 對他對我很好 對其他人就不 一般 就是一般 今次有個對比 才算是nice 如果對他人都這麼nice 就是對沒有人nice 你之後的計劃 是否就是你主外賺錢 老婆賺錢 是否就是這樣 那一定是 因為今早我送了一個王冠 給他 就預意著 我的二次侯的錢 就是交給他 我的國王就交給他 是 一切給他處理 由這個婚禮開始 所有事情都是他處理 是 皇后有計劃生逼未呢 隨緣 我其實未準備好 我還想依人世界多些 這日婚禮 一對新人的圈中好友 包括孫慧雪 陸浩明 陳偉琦 鄭西豪 陳婉行 劉溫輕膽 都有來觀禮 送上祝福 他們還搭載一對新人 謝謝 Lucy真是一個很好的女生 因為我和阿雪拍攝XP 前面外景經常會見面 她是很好的 她是很甜蜜 而且剛才的支持 我覺得最感動的是什麼 我們無論有什麼爭拗 也好 我都會先說對不起 哇 有這麼好的女生 我覺得姚英真是挺新收到的 沒錯 我覺得如果我是男人 我一定會娶她 我和新郎的姚英比較熟 因為她進入訓練班後 我就開始認識她 一起打籃球 她的人也很好 在這個球技上 就知道她是一個很團體的一個籃球員 所以她在工作上 都是很有條理和很好的一個同事 在場單身的女士 除了見證一對新人重要時刻之外 當然也很緊張搶花球環節 雖然Lucy直接把花球 給了另一位好姐妹 令Aligia和劉溫輕的願望落空 但看到新娘子這麼幸福 她們都很感動 她的名字叫小鳳 她是我從小到大 都一起長大的朋友和好朋友 她是我的好姐妹 我有點喜歡的事 她一定會無反故幫我看 我相信 以後 你收到我這個幸福的花球 幸福會降臨在你身上 剛才看到兩位有參與這個搶花球 第一次看到大家搶不到 但都很開心拍了手掌 因為看到Lucy把花球 直接給了她的好姐妹 把幸福給她 也很感動 也很感動 也是那一句了 到你們了 有意預計嗎?計劃沒有? 拍拖沒有? 順其自然 對 你下次我會繼續努力搶到花球 你都可以認識一下 你很漂亮 對 我待會去結識一下 我陪你去 我們待會也很忙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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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